祭公佛佛救世真经第二遍 祭世群生照三千 公正五思可达天 佛用真经传万事 佛法五边化大千 真经应运出 来消解除大道尊 修身化世地功勋 八八圣前祭 佛圣先真发慈悲 得则情生得光辉 东来整气展 普渡三朝开庙玄 应生下凡师天然 中途有缘分 既往开来万八春 白阳逢运到现存 青红运一役 阳光普照到得阳 万邦显阳运打同 佳佳佛光照 临山如来静观昭 胡诗指点路一条 千经万言有 未闻真经说应由 有缘明师会相求 开泰白阳运 佛经说破朦胧云 善志于止迪苦伦 二六十首一 武器朝圆祭悲 莲花座上会丹石 尊者本罗汉 上六今生找世间 寄人寝室归一安 清明善男女 金文故透莫迟疑 寿师点画脱苦之 学至中庸并 新陈法经奉逢明 一切灾阳化作成 道大为天大 至古尊至贵点灵台 应运开泰万象财 善志会朗朗 一生行道内外功 以正世明天下通 古今谁无措 不悟荡敢入上科 科成过后不害逃 事能己功补 至心常念不得高 何家平安万事 经文虽浅静 不可视为顶上云 奉行真经脱苦伦 新陈前拜诵 消灾解恶以苦障 从凶化及静真详 朝夕成心念 今宁神清身不颠 万病极确念不禅 念经心头正 与邪除慧是安宁 福禄前缘亨力争 宋此活佛经 宋慧不慧双增长 宋此活佛经 子孙得安宁 宋念活佛经 功名地禄得平步 宋得真经文 勇士化为吉 若为父母念 父母得长寿 若为王化念 王灵得超生 若为亲友求病殃 病殃得安全 全家老幼同生念 老幼保安康 宋念既功真经 免灾又消难 宋得既功真经 觉悟第一先 真经管部十方界 诸尊菩萨统赞约 既功佛佛大祈悲 慰救九六众元灵 了全人生死生路 既功佛佛约 家中有福本身经 可保平安 福送此经 奉上成神桌 确保而确除 确除邪魔有消灭 真诚送此经 不经说经典 功德五亮五边 老幼康安寿延年 奉起南无大慈大悲 祝苦救难 既功佛佛 奉起南无大慈大悲 祝苦救难 天然无佛 十叩首 叩三叩三叩 四叩五叩六叩 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 功诵 祭功佛佛救世真经 第二变 祭世群生照三千 公正无私可达天 佛用真经传万事 头发五边画大千 真经应运出 该消结除大道尊 修身画世地功勋 八八圣贤祭 佛圣仙真发慈悲 得则情生得光辉 东来等戏展 普渡三朝开庙玄 应生向凡师天然 中途有缘分 既往开来万八春 白阳逢运到现存 青红运一役 阳光普照到得阳 万邦显阳运大同 家家佛光照 林山如来静观昭 福师指点度一条 千经万贤友 卫文真经说应由 有缘名师会相求 开泰白阳运 头经说破朦胧云 善至于子敌苦伦 二六十首一 武器朝圆与祭碑 莲花座上会三十 尊者本罗汉 将六今生找世间 寄人请世归一安 清明善男女 经文故透莫迟疑 寿师点化 多苦知 学至中庸病 清晨法经奉逢明 一切灾阳化作成 到大回天大 至古尊至贵点灵台 应运开泰万象财 上智慧朗朗 一身行道内外功 以正世明天下通 古今谁无措 过物荡胆 住上科 科成过后 无害逃 世农己公补 至心常念 无德高 何家平安万事 经文虽浅静 不可视为顶上云 奉行真经脱苦轮 新陈前拜送 消灾解恶 以苦障 从凶化即 静真详 朝夕成心念 今明神清 神不颠 万病解血 念不禅 念经心头正 与邪除慧 世安宁 不露情缘 亨利争 送此活佛经 不慧双增长 送此活佛经 子孙得安宁 送念活佛经 功名利禄得品部 送得真经文 勇士化为吉 入位父母念 母母得长寿 入位广化念 王灵得超生 入位亲友求病殃 病殃得安全 全家老幼同身念 老幼保安康 送念既功真经 免灾又消难 送得既功真经 觉悟第一先 真经管部十方界 诸尊菩萨统赞约 既功佛佛大祈悲 慧救九六众元灵 了全人生死生路 既功佛佛曰 家中有福本身经 可保平安 不送此经 奉上成神桌 却保而却除 却除邪魔勇消灭 真诚送此经 不经说经典 功德五亮五边 老幼康安 寿延年 奉起南无大慈大悲 祝苦救难 既功佛佛 奉起南无大慈大悲 祝苦救难 天然无佛 十叩首 叩 再叩 三叩 四叩 五叩 六叩 七叩 八叩 九叩 十叩 叩 公送 请 八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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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家姓臣 汝名江流 法名 八叩 玄藏 唐朝第一高僧 所以被人 满称为唐僧 西行取经时 又被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明赐法明三藏 唐僧十八岁出家归依佛门 经 常清登夜读 对佛家经典研修部 断 而且悟性极高 二十来岁便 明观中华佛教 备受唐朝太宗皇 帝后爱 后来被如来佛祖案终选 中去西天取经 并赐宝物三件 吉佳沙 九环西杖 金箍咒 唐 僧身才高大 举止文雅 性秦和 善 佛经造译极高 他西行取经 遇到九九八十亿男 始终痴心不 改 在孙悟空 诸八戒 沙和尚 德夫佐下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 从西天雷音寺取回真经三十五部 为弘扬佛家教化做出了巨大贡 现 至今被人们兢兢乐道 不忘 他的历史功绩 法号行者 又称其天大圣 是唐僧的大徒弟 具有七十二变 腾云驾雾的出奇武艺 一双火 眼睛睛 能看穿妖魔鬼怪味装的 剂量 一个金斗能翻十万八千里 使用的兵器如一金箍棒 能大 能小 随心变化 小到绣花针 大可崇万金 他占花果山魏王 自称其天大圣 搅乱王母娘娘的 盘桃圣会 偷吃太上老君的长生 不老金丹 打败天宫十万天兵天 将 又自不量力的与如来佛祖斗 法 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 后来经观世音菩萨典化 保护堂 森西天取经 三达白骨经 收服 红孩儿 熄灭火焰山 一路上将 魔斗妖 历经九九八十亿难 取 回真经终成正果 他既恶如仇 不怕困难 坚韧不拔 英勇无畏 取经后被封位斗战圣佛 法号悟能 是唐僧元二徒弟 原来是玉皇大帝的天鹏元帅 因吊戏长额被逐出天界 重新到 人间投胎 却又投错猪胎 嘴脸 与猪相似 他会变身术 能腾云 价物 使用的兵器 是个九尺丁耙 唐僧息去取经路过云战洞 朱 八戒被孙悟空收服 八戒从此成 为孙悟空的好帮手 一路保护唐 僧息天取经 八戒性格温和 憨 厚单纯 力气大 但又好吃懒做 爱占小便宜 贪图女色 经常 被妖怪的美色索迷 难分敌我 他对师兄的话 言听计从 对师父 忠心耿耿 为唐僧 西天取经 立下 汉马功劳 是个被人们喜爱同情 的喜剧人物 法名悟尽 原是天宫御帝的 卷帘大将 因触犯天条 被贬出 天界 在人间流沙和兴风作浪 他使用兵器 是一柄月牙铲 武艺 高强 不畏强敌 京南海观世音 菩萨典化 拜唐僧为师 与孙悟 空 猪八戒一起保护 唐僧西天取 经 他身上有两件宝 一件是菩 萨葫芦 一件是九个骷髅组成的 项圈 后来 他用九个骷髅作为 九宫 把菩萨葫芦 安放在其中 成为法船 吻似青州 顺利的邦 祝师徒四人渡河西去 沙河上宝 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 任劳任怨 忠心不二 取经后被封为今生 罗汉 小白龙原来是西海龙王 敖润 殿下的三太子 龙王三太子纵火 烧了殿上玉帝赐的明珠 触犯天 条 犯下死罪 幸亏大慈大悲的 南海观世 因菩萨出面 才幸免于 南 被贬到蛇盘山等待 唐僧西天 取经 无奈他不识唐僧和悟空 悟识唐僧坐骑白马 后来被观世 因菩萨点化 聚脚退灵 便化成 白龙马 归依佛门 取经路上贡 唐僧坐骑 任劳任怨 立尽艰辛 终于修成正果 取经归来 被 如来佛祖身为八部天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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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破音字读音有物请见谅 例子、明观、中华佛教九九八十一男、坐骑 可崇、万经位、王 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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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